大家都知道啊 各行各业 学徒的这个阶段是非常难的 尤其是我们开挖机这一块啊 就是说学徒兄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说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帮助的情况下 是很不容易的 再说呢 学出来之后 尤其是这个 就是说二把刀阶段啊 找活的时候也不好找 就算找到活 工地上老板也说 自己的车老板有时候干不好了 也要骂啊 所以说收的苦是特别多的 在学徒兄弟的眼里啊 心里面想着说是 有可能成为老司机就不受气了 就是说其实真的不是那样的 我当初学挖机的时候啊 有时候一问人家 有些司机说干了四五年了 有些说七八年了 我那时候就想 我想着好牛逼啊 我想着老司机了 我想着他们肯定是不受气了 对不对 其实真的不是那样的 就算成了老司机 有时候上了工地 也就知道有些工地上的人 事比较多的那种人啊 他也会说你 你会受气的 只不过就是受的气不一样 而已是不是 所以说 我今天就想给这个学徒兄弟 说一句话啊 当你就是说 受的委屈特别多的时候 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希望你想一想 就是说有可能 在在这个 同样的路上 有可能有的人受的罪 比你的还要大 有的人受的委屈 看了别人的脸色 比你的还要多 你这样想一想 你就有理由坚持下去了 是不是 再说了 受气 是这个必然必经之路 你要是不受气的话 你就不会找记性 不找记性 就不会 不会有成长呀 对不对 你就不会有记 不会有那个 有那个进展呀 是不是 所以说加油吧 坚持吧 所以同学你们 不要怕看别人的脸色 脸皮放厚一点 对不对 胆放大一点 不管是什么事情 只要你坚持了 努力了 付出了 总会有回报的 是不是 那些孤单的夜 路上简单的人们 告诉我 我被抛弃的理由 那些平凡的欲望 每日沉默悲伤 告诉我